大家好 我是杨帝啊 今天咱又来到杨谷牧的这一家了哈 这是河边 环境非常好 走去看一下右拳 看咱已经让杨户 拿出来了哈 不去他那个杨谷的地方了 之前去过 他那里太脏了哈 非常脏非常乱 这是最后一只了哈 这个大鱼家的最后一只 相当漂亮 打白头不是满背 超级肥哈 嗯唯一缺点 就是背上有点白毛哈 不是满背的 但是这个发不发背 满不满背 看个人喜好吧 这狗是不错哈 比之前要大很多 看到没有啊 这只是鸳鸯眼的哈 也巧了 这个粉丝要鸳鸯眼的 然后还有粉丝想要黑眼的哈 一个人一个眼光吧 有喜欢蓝眼的 有喜欢就是正常眼的 嗯 咱之前拿他家的是做了两只鸳鸯 他这一只是三只鸳鸟七强了哈 和养护不同了半天 本来是像自己留着的哈 但是一样 你给他说 你留着也不能自己用哈 看到没有 挺亲近人的哈 第一 第二次鸳鸯哈 算是第二次鸳鸯 先这个做 就得来做啥米呢 是吧 去充的 这一只鸳鸯 像幼犬的话 如果一个月给他去充一次最好 哎呀哎呀 没出来过哈 可能一直在院子里面待着 比 比上次拿到他家的那一只要大很多哈 这 得过去咯 我得接近20天了 这骨长了不少哈 天热还是长得慢 哎呦自己溜达这玩具了 过来过来过来 哎呦 有点 刚夸完他又有点胆小了哈 咱还是抓紧 给粉丝开视频 让他确认一下哈 找阴阳的地方哈 有些人说买狗不报价 生计做不大 像这只狗 是1600帮粉丝很大奖的 你们感觉怎么样 然后也就是是这一家 然后别家还有价格多少比他高了哈 都是2000左右的 那抓紧给粉丝 开始你们看一下 狗狗是不错哈 就是搞的有点大 看到没有 搭 叫啥叫黔是指踪路 狗狗 快来快来 还行还算施还 狗狗 可动了哈 刚才和粉丝开视频看过了哈 위阻力上都就是这一只 然后这是做的检测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细小 患状 全温 都是一道刚健康的 非常漂亮的小古墓 马上就要去新家小吃了 然后 这一只是养护家最后一只古墓 然后另外两个养护家还有 有的话就是价格比它要高一些 但是各有各的特点 里面那是满败的 这个也不错 打白头 但就是不是满败 一个人一个眼光 还有人喜欢花筒的 因为这个古墓 它花色不是固定的 还有眼睛 非常漂亮 对新家小不挂 还有没有喜欢的 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